宠爱专访陈伟霆 钟楚希 其逢对手 网友直呼在一起吧 今天 某浪专访陈伟霆和钟楚希的一段视频 视频中可以知道陈伟霆和钟楚希二人在宠爱中饰演的是一对情侣 还有一只狗狗的陪伴 在访问中 两位聊天聊得非常嗨 让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有些脸红心跳 都忍不住对陈伟霆说 陈伟霆你遇到对手了 陈伟霆和钟楚希对他们的镜头删减感到很遗憾 因为时常的问题 将他们的故事删减了许多 而那些正是他们创作的 想要被大家看到的 而郝琪每次在他们即将要办好事的时候 都会立即出现保护主人 然后陈伟霆表示还玩了好多道具 钟楚希说对主要是陈老师玩了 他真的非常爱道具 陈伟霆非常害羞地说对 然后跑出了镜头 说我遇到对手了 然后陈伟霆回来又说是红酒杯啊 什么的 钟楚希然后又说什么不是你讲的吗 对于宠爱专访陈伟霆 钟楚希 其逢对手聊天聊到脸红 网友直呼在一起吧 你怎么看